你要说本息就不能只说本息 要说怀仁的山川江河美如画卷 你若写本息就不能只写本息 要写怀仁的古往今来岁月如流 秀美的舞女山壮观的浑江水 还有朴实的人们 都是怀仁最具有亲和力的明星片 这里也是我的家乡 我就是在这片土地上成长 就像是家乡的特产 人参一样 截取着这片土地的营养和精华 还有一颗每个人都会拥有的 热爱家乡的赤子之心 旅行去了那么多地方 再远依然感觉 还得是自己的家乡最为亲切 清晨的舞女山 像是这片土地的圣灵 唤醒每一位居住在这片土地的人们 爬上999层台阶 穿过茂密树林和紫色花海 可一览整个怀仁 登顶而望才知微风阳光 或许此刻只为这里而聚 午时的阳光最为火热 而怀仁的一处自然仰霸 却凉意满满 庆人心疲 这里是风铃谷 嫩绿色的枫叶惹人喜爱 至于心灵 瞬间消愁城市里的喧嚼 还有夏日的燥热 站在瀑布观景台上 完全感受不到夏日的炎热 有的只是凉爽和舒适 拿出手机随手一拍 都是美景大便 谷中的枫叶 也都是怀仁这片土地独有的印记 即使步入了秋天 也有一番风红似火的景色 惹人注目 它的神奇 它的神秘 其实我这个本地人 也为之惊叹 文女山的博物馆里 记载了怀仁这片土地的历史变迁 探寻之中 你会被这里的文化吸引 这片土地的生活温暖质朴 都写在了各种文物的面上 还有高距离民族的发展 魂河流域的多民族文化 都一一被记录下来 普世的乡民把稻田平布山间 自然的水系 像是母亲般孕育着整个怀仁 秋日里的金色麦浪 像是大理般平布两侧 若是找个时间来到这里 定不会辜负手中的相机 还有我们追寻美好的心愿 如果可以的话 我愿意把所有的时间 留在这里 关于怀仁的故事 好像多久都说不完 岁月不拘 时间如流 我希望我的老家 在未来的日子里 会越来越好 有更多的人来了解这片土地 喜欢这里 爱上这里 因为这是我的老家 怀仁